好,那再来问一下这个谢老师 你们两个既然不同 他其实是价财为主 谢老师你就是存股为主 你现在选择存股的关键是什么 刚刚你讲其实从生活中会找到一些 你看到的标的 那你会挑选真的把它纳进来 变成你的核心持股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第一个公司它的营运很稳健 然后逐年还甚至于成长 而且还在配稳定的配息 这就是在按照巴菲特的原则 就是好公司嘛 你一定要挑好公司 你公司没有稳健获利 或者公司营运没有在成长 大概就不是在我的目标之内了 对,那当然还有就是 最好是等个好价钱 所以像去年股灾的时候 人家说天上掉下都刀子不要接的时候 我就在里头刀子里头开始接准一点 看有没有什么礼物可以拿 所以就理论上是就是用这个原则来做 所以我会把殖利率至少看到说 如果现在要买新的股票 我至少也有殖利率超过5%以上 我才会考虑 然后当做我的候选名单 然后再去追踪一下 它过去这几年 是不是每年都不错 就像刚刚其实我另外一个来宾 也有提到就是你 还要足迹去看它 跟去年跟前年比 它有没有足迹的在成长 不要一会涨一会跌一会赔 这样子我就这个公司我大概就不会放在我的目标区里头 你现在观察的名单里面这几档里面 你特别推荐的是 这跟我们这里讨论跟中注很像的育融 其实我不能说我推荐 我现在不敢随便推荐东西 我说我最近有在买 我看起来觉得因为又快要配息了嘛 那你这边手边如果有个一百万块摆在邮局 根本没有利息的话 你会考虑说那我今天暑假之前 我要不要把我的利息多增加一点 那我最近看上的是就是食品 一个是普攻吃鸡肉 刚刚之前也有一个大臣 也有提到这个就稍微在试的 那第三个就是育融 那育融其实是我之前也是先买到过一张去试的 但那时候买那张之后是我自己看错资料了 所以买完 看错资料 对因为我漏看了 我只看到他配五块钱现金 那时候八十几块 我说配五块还不错啊 我就买了一张 但是没有看到他还有配一块钱股票 所以买完以后等他配完以后有点后悔 然后后来我就稍微在价钱高一点的时候 尤其是去年股摘的时候九十几块 我又买了大概十几张这样子进来 那他今年配的更好一点 他配了一块五的股票 还有配四块多的现金这样子 那最近虽然他涨了一点 但是以我自己的算法 他如果只要配一块五的股票 我就把它认定为有15%的利息 对我是这样算的 对因为股票会变成 一张股票会变成 会配你150股嘛 150股他是配你股票啊 所以150股你用他现价成的话 那个价钱是一万多块 所以你不能用1.5去除以他的股价 那那个利息会被低估我觉得啦 我认为他的利率会被低估 所以你有18%这么好喔 对啊我认为啊 但是很多人大概可能不太认同 我的这种算法 不过我是这样算的 对我问一下佑老师 这种算法你觉得怎么样 每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我让刚刚谢老师有提的 这种算法进行18% 有他的一个根据点在啦 因为我觉得利率来讲 当然 我跟你讲如果说 你要真的赚到18% 其实我个人提出一个简单的看法 对不对 因为基本面基本上 赚期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那你如果能够赚到一个高股息 像这种18%的 你要等什么 等股价非理性下沙的时候 刚好低档的时候买进来 同样是配5块钱的现金鼓励 对不对 你买50块跟我买35块 我们两个差距就差在这里 你如果当股价刚好激档的时候 记得 一定是那种忽然间非理性下沙的时候 但是前提它是好条件的话 你这种买进来的时候 刚刚谢老师讲的18% 应该很容易可以达到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OK 所以现在怎么样知道这高股息 那可以提前卡位 佑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好 我们常常提到说 我们要找一个高股息的一个股票 我跟各位讲 今天要找高股息 从几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 公司财报里面会公布的 每一年有财报 它会公布它的EPS 这样各位都从EPS 我们就可以去推估 推估你可以找到高股息 这样各位不要忘了 EPS是美股的获利 不是它全部配出来的股息 记得 你是EPS要乘以它股利发放率 因为有些公司 它不会发放太多现金股利 尤其在高成长的公司 除非像台积界 或者是一种非常大型的公司 它已经很大了 基本上它不用再太大的资本支出 所以它会配发很多的现金股利出来给你 这时候你的一个配息率高 你的配 你的这个指令率就会很可观 这是第一点 你可以用财报的EPS去判断 它每一年发放的现金股利是多少 所以你要去关心它的股利 股利发放率很重要 你要去看它 如果你是纯粹要赚配息这种股票的话 这个你要讲好 那接下来又问到了 很多人有时候私交问我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它今年会配发多少 其实我跟你讲 尤其看EPS 我觉得好像又有点慢 你知道吗 公司你赚 其实有个东西更快你知道吗 在新闻里面 看新闻 看新闻 应该可以达到五块钱的获利 美股股利 各位 他如果敢讲五块钱 各位知道 现在老板不能乱讲话 因为乱讲话 其他负很大的很大的责任 好的公司 他跟你讲说 我们今年预估 应该五块钱可以达到 各位你就知道了 你不一定要等到 隔一年之后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财报出来 你才知道 各位 你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干嘛 提前卡位 比如说我花五块钱 你就去追踪它过往的股利发放率 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八十 你大概就会知道了 以现在的股价去换算 看新闻自己算一下 看新闻对 看新闻自己算一下 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等 真的最后他公布说 我要发多少 各位发多少 你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公布说他发多少 股价就干嘛 就往上冲了 好 这次大家特别有感受 我们每次跟大家讲说 差不多二月份的三月份 开始提前来布局 那这次其实你提前布局的话 基本上你还没有等到 这个领股息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先 股息都已经价差 都已经赚回来了 那要不要再领股息就自己来决定了 麦克风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有个三步骤 可以找出高配息股 其实 就是第一个最简单就是你 其实新闻报道 只要到了差不多现在 只是看新闻报道 对这个时间点 其实他 常常报纸就直接 都有写 就列一堆那个高配息的个股名单 那你就可以把它当作 你的口袋名单 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 你又一样 就是你用网站 然后直接去塞 去年高股息的 公司有哪些 对 然后 那当然你塞到高股息的公司之后 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他的获利 看一下公司的历年获利 那他的获利是不是稳定的 因为你在 如果你单纯只用那个 就是高股息去塞的话 你很可能会塞到一些 就是 单年度高获利的 那他可能是一次性获利 可能是卖场 对 可能是指公司 或者怎么样 对 那这样子的公司 如果 或者说你 你发现说 像是去年的口罩股 你觉得说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口罩很夯嘛 对 那但是 就是你只要用常理推断 你就知道说 他不太可能维持 这样子的高获利 连续持续几年 对 那这样子的公司 你可能就要把它排除掉 OK 那第三个就是 他除了值率高的话 那他本益比最好 也是低一点 对 因为万七都存股足够说 我很想进场 万七真的很怕 谢老师 另一个方法 十二十四十原则 来算进出场的价格 你就是用这个方法算的吗 我目前是这样 不过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讲那个 你要看他那个高配息 我一个看法就是 刚刚其实另外来宾有提到 我会注意他去 他都每一季都会公布他获利 那像有的公司 我有一家公司 去年前三季获利加起来 已经大过 或等于在前一年的所有获利 那我就知道 他大概今年不会少 只会多一点 那那个时候就 你就可以开始估了 然后开始注意 是不是要再买了 因为那个是可以追的 那目前我这个算法 其实也不是我算的 应该是当初 宏瑞泰的时候就提出来 因为把它换算成 10 20 40原则 就是把它变成 鼓励的话 就是10% 5%和2.5% 但是40倍 我记得因为 最近利息好像又低了 我们需要的 听说存款有存到0.8%的 所以我可以说 有时候还可以把那个 40还可以变成50 再把它加大一点 那你这样套的话 如果10块钱 算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的便宜价 就是称时100 那合理价应该是 就是200块 那它超过500块 就算其实已经 有一点点不贵 因为算500的话 你换到银行去存款 也是2% 那台积电当然 因为大家给的比较高 所以如果到了500 你还可以再加一点 然后比较 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 去筛选的 最后点时间 麦克风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要投资人 他怎么样控管自己的资金管理 特别是短线 现在投资人 你说你这边很多朋友 用杠杆在做 这时候该怎么办 很想赚钱 行情这么好 这么热 钱这么多 又心疼疼 怎么控管资金 假设说 你不是在万点或者1万2 就开始做多做到现在 然后你之前都没有做多 你现在1万6 1万7的时候 你才想要做多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保守为上 不要这个在市场很热的时候 才跳进来 结局通常不好 对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真的一定要做短线的话 那真的就是首先你就要控制 你的每一笔的交易 单笔的交易 不要超过你的亏损的总资金 你做错 你做错了 你要去抓你的停损点 单笔最好亏 不要超过5% 对 那如果做短线 你真的赚钱了 赚钱了你就保留一点点获利 那你亏损的时候 但你也要相对的把你的部位降低 对 当你已经有累积一些获利了 你真的想要拼大 你可能可以去考虑做一些选择权 就是你去做多 那顶多就是把你的获利吐回去 也不要伤到你的本级 OK 好 那这个投资赚金之外 这个最后也跟大家呼应 因为现在网络诈骗非常多 有很多奇怪的这个群组 或者加LINE 请大家都不要加 我们以上这些老师都包括我们自己都深受其害 要赚钱之前先要确保自己不要上当 不要被骗了 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我们好好认真来这个正规的学习 好好来赚台股 下次再见了 拜拜 Wellington 我也하기为何哥大就和你辽类 我们很 modo 我